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的泰国恐怖片 男主是一个失业家庭美满的男人 但是一直被自己的身世所困扰 想找到自己记忆中小时候租过的房子 于是带着手下开启了一段寻根之旅 一路辗转,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村庄 在休息的时候,男主邂逅了当地的一名美女导游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她是当地有名的女子 传说她有一条灵蛇守护 所以除了丈夫,没人敢靠近她 本来行程是要去附近山上游览 可被村里大叔告知 今天山上有眼睛蛇出没,不宜前行 其他游客都打得推堂鼓 只有男主赶去 于是直接给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时间给两人 短短的相处之后 男主顺利认识了女孩 女孩其实是有夫之妇 这段感情必定是个悲剧 回到家之后,男主虽然有交气相伴 但是仍然对女孩念念不忘 属下也看出了男主的心思 于是不久之后 再次安排了一次单独的乡村旅行 导游同样还是来个女孩 在前往的船上 男主见到了传说中的蛇 吓得把船都弄翻了 在水中差点溢死 幸好被女孩救下 完事后,来到了女孩的家里 这时,男主说起了自己之所以这么怕水 是因为小时候一次事故 自己的父母双双死去 而自己被人救走 从此离开了出生地 他一直想找到当年小时候的故乡 这天晚上,男主无意中看到了女孩跟蛇对话的场景 当时就被吓蒙圈了 因为蛇要吃女孩 赶紧去救她 情急之下 看着蛇这么听女孩的话 才知道传说是真的 这时,女孩说起了蛇的来历 蛇灵本来守护的女人是女孩的母亲 一日,母亲将蛇灵带到女孩面前 让她替自己守护女儿 然后便悄悄走了 原来,母亲发现了丈夫出轨 决定跟丈夫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这里交代一下故事背景 泰国是一个全民兴奉佛教的国家 将就要轮回和报应 隐乱之罪是重罪 所以必须以死了结 而负债子长是天经地义的 男主的母亲就是女孩父亲出轨的对象 两人实际上是同父兄妹 蛇灵作为报应的执行者 不光两人的父母都被蛇灵杀害了 而且上一辈的罪孽 抱在了男主和女孩之间 画面回到现在 这时,男主顺利跟女孩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第二天,男主回到了家里 此时看到妻子,很是觉得愧疚 而妻子在收拾的时候 也发现了丈夫的出轨事实 女孩这边 丈夫听到了流言蜚语后 本想杀掉妻子 但是既旦蛇灵的复仇 所以想先杀掉蛇灵 再杀掉妻子 可反被蛇灵给领了盒饭 得知女孩丈夫死后 男主再次去找女孩 这次蛇灵们也准备放过男主 准备将男主从女孩身边吃掉 在女孩苦苦的哀求下 终究还是放过了他 男主最后终于找出了自己身世的真相 得知真相后的女孩也选择了离开他 男主本想着 要可以若无其事地 回到自己的家里 继续治钱的生活 可回家才发现 妻子为了报复自己 跟自己的下属发生了关系 心灰一冷之下 男主再次一个人回到的乡村 再爱老人跟着他说 父母是被蛇灵在河上杀害之后 自己也划着船 现身在了蛇灵的面前 替自己的罪孽除罪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作品来源泰国电影 蛇灵爱